出轨男人对小三厌倦了,一般会有这三种表现,小三别再付出了。 男人对情人的感情往往比男人对小三的深,女人总是觉得婚外情才是自己的最爱,只有情人才会给自己恋爱的感觉。 男人对小三只是一种消遣方式,并不会有感情,最后对于这段婚外情只是女人单方面的投入了感情。 时间长了,男人就会厌倦,那么小三就会被抛弃,那么出轨男人什么时候就对小三没了感情,也就是厌倦了。 当出轨男人对小三厌倦了,一般会有这三种表现,小三别再付出了。 一,对你没耐心,甚至嫌弃你。 刚开始男人对小三是非常温柔,什么事情都依着小三,只要小三觉得好,怎么都可以,什么事情都依着小三。 小三就会对男人产生依赖,觉得自己遇到爱情了,然后对这份感情投入越来越多,最后离不开男人。 但男人的这种依赖,温柔是有时间限制的,当他厌烦你了,就对你没耐心了, 甚至会嫌弃你,更不会爱你,严重的话还会抛弃你,重新找其他女人。 男人对你不会有长久的感情,别再付出了。 二,不会答应你的要求,甚至敷衍你。 当你要求男人帮你做一些事情的时候,他开始拒绝你,当你想要亲密的时候,他敷衍你了。 有时候会觉得这种亲密很麻烦,这是以前他是很积极的,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了,他可能厌倦你了,并不想和你有再亲密的行为。 没有当面和你说是不想让你伤心,他想慢慢让你放开他,他首先会不答应你的要求,甚至会敷衍你。 当你也对他厌烦的时候,他就会提出分手。 其实这就是男人已经不想和你在一起,对你厌倦的表现,你也不必太惊讶,毕竟你们的关系,一开始就不被别人看好。 分开是迟早的事情,所以小三别再付出了。 三,不带你出来约会。 这个表现是很直接的,刚开始就算冒着被别人发现的危险,也要和你约会,现在却不带你出来约会了,这不是很明显吗? 男人对小三的感情是有保质期的,当过了这个保质期的时间,他就厌倦你了,觉得你没什么新鲜感。 在比身上也是得不到快乐的,他就会表现出各种厌倦你的行为,直到你也厌倦他了,最后你提出了分手,正合他心意。 女人要当小三的那一刻就要明白,男人总有一天会厌倦你,最后离开你,所以小三不要觉得出轨男人能给你一切美好的东西,别再付出了。 女人更不要当小三,女人要知道所有的婚外情,都是靠新鲜感来维持的,新鲜感总有一天会消失,所以女人千万不要去当小三。